大家好 现在是吃板栗的季节 教你做最简单又是最好吃的做法 排第一的椒盐板栗 这个做法做过的朋友都说好吃 不知道怎么做的朋友直接放水煮 那样太浪费了 不好吃还不好包 这样做就算放冷了 一样好包一样的香 大家就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板栗流动水搓洗干净 洗好把每个板栗上切一刀 很多朋友都切十字刀 切十字刀是为了好看 自己吃没有必要 切一刀是为了避免炒的时候会蹦开 全部切好凉水下锅 盖上锅盖 水烧开最多一分钟捞出来 沥干水分 锅里水烧干放入一包食用盐 放入板栗 接下来就是不停地翻炒 朋友们别担心会闲 也别担心会炒不熟 还有些朋友说用盐炒太浪费了 盐可以重复使用 还可以炒花生 炒好把盐放凉 找个瓶子装起来 香喷喷的椒盐板栗就这么简单 好吃好包不粘手 想吃的朋友就这样试试吧 好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